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兄姊妹平安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愧的工人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光明 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研读圣经 我特别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是免费送你的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来信向我索取 记住了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好希望你记下来了 我们研过正传 最近我们在探讨的专题就是新月圣经的希伯来书 我们已经看到了第十二章的最后一段了 这段经文就包括了神对他的子民的警告和劝勉 希伯来书包括了一系列很严肃的警告 比较圣经其他的书卷所记载的还要多了 我们过去已经看过了五个警告了 而第十二章最后的一段是对这些警告的总结 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头我们已经比较过摩西领受世界的西乃山和天上的西安山的不同 那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二十五节开始来看 我们要把今生属物质的事和那不能摇动的国做一个比较 好我们先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经文说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这个地方所说的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所指的是谁呢 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的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段经文是概括了整却希伯来书所讲的警告了 如果他们拒绝那个地上所立的约 而得不到怜悯那更何况是拒绝天上的约 那就更没有怜悯可言了 那虽然天上的约所给我们的是更大的福气 但是对拒绝这个约的人就受到更严厉的审判了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这个道理也是真实的 恩典越大 拒绝恩典的人所得到的惩罚也就更大 相同的责任越大 他要交的账也就越多 对不对 所领受的亮光和知识越多 对我们的要求也就越高 然后作者在26到27节就讲到地上的两种震动了 同一种是当律法的约在西乃山赐下的时候 整座山都震动 地也震动 那第二种就是先知 哈盖所预言的到如今还没有实现 好我们来看看西伯来书12章26到27节经文说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你看呢 作者在这个地方就引用了哈盖书第二章六到七节所说的预言 哈盖书第二章六到七节经文是这么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 必都运来 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这一章预言告诉了我们呢 将来有一次的震动 那是同时包括了天和地的震动 神说他要震动万物 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所讲的就是这一段预言 并且特别的指这再一次发生的事情 这再一次发生的事是非常重要的了 因为万物都在这一次受到震动了 所有受造之物没有一项是例外的 都要挪去 只剩下那不被震动的可以存留了 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所说的 再一次是指末后的事了 这次发生之后就再没有另外一次了 因为这一次的震动就包括了天地和万物 要震动的都被挪去了 那只剩下的呢 是不能震动的就要长存了 那虽然这些还没有发生 但先知已经有所预言咯 首先我们回头来看一看出埃及记 所记载的头一次的震动 那当时摩西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来到旷野的西乃山 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 十八节经文说 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 如烧窑一般 边山左右的震动 因为地震 边山都震动了 山顶就冒烟 山的烟气上腾 就好像火山爆发的行星一样咯 而先知哈盖就告诉了我们 将来神要再一次的震动天和地 这最后的一次是高潮 是最后的一次了 天和地都震动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来到 神还要稍等一段时间的 这段预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认识到今生现存的事物 全部都是暂时的 地球并不会永远长存的 将会有一天 它会不复存在了 而地上的一切事情都要成为过去 圣基很多地方都向我们指出了 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多的天灾 很多的灾害 但还并不是最严重的 还有更加可怕 更加严厉的在前头啊 这日子已经不会很远久了 现今的世界已经是够混乱的了 一切变化的非常的快 很不稳定 在这短暂的物质世界 没有办法找到稳定的 这里也没有稳定 那我们的稳定 只有在神那里能找到的 在神的国度里能够找到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天地式短暂的经文 我们先来看看诗篇一百零二篇 这篇诗的提示是 啊 标题可以说标题是 困苦人发婚的时候 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 我们看二十五二十六节 诗人对神说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礼仪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 你注意了 这里描写的非常的生动啊 将来有一天 神要将天地卷起来丢掉 另外的东西要取代他 以另外的东西来取代他 而唯一能够存到永远的就只有神自己和一切属神的东西 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七节说到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这个你就是神啊 只有和神建立关系的人才有永恒的应许 那另外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一章第六节经文说 你们要向天举目 观看下地 因为天必向烟云消散 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 我的公义必不废掉 新月圣经也有很多很清楚的警告啊 让人们能够知道天地的短暂 那比方说 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主耶稣就讲到末世的一些征兆了 好 我们就来看看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九节经文说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你看啊 主耶稣讲到将来的灾难 这些灾难是空前绝后的 那不过 这灾难的日子来到 离现在 还有一段日子 也就是说 今天暂时还没有应验 这里圣经都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 将来天和地都要被震动的情形了 另外一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彼得后书 第三章七节 彼得把将来的日子和发生在 挪亚时代的洪水情形 做了一个比较 彼得后书三章 六到七节经文说 故此 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直流到不敬前的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那看到了 地要受到双重的洗 一次是水已经经历过了 那就是挪亚时代的洪水 而另外一次将会是火的洗礼 这还没有实现 那彼得后书第三章十节经文说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 有形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旗上的雾都要烧尽了 跟着第十一到十二节 那是彼得给我们的实用性的经文呢 经文说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前 窃窃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智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好 这两节经文所用的词语 都是十分科学化的 是科学方面的一些用语啊 那像是一种核子爆炸一样的 是不是核子爆炸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 这一次的消化所策动的不是人 而是神自己 这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因此 让我们更加深深的认识到 物质的一切都是短暂的 只有属灵的 才是永恒的 这个人的看法是相反的 因为我们的心思已经被人的堕落而败坏了 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的真面貌 我们的价值观就错了 那讲到未来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可见的和物质的东西都只是短暂的 只有那看不见的属灵的事物 才是长久的 因此 我们应当改变被旧的性情扭曲的价值观念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四章 十七到十八节 经文这样说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那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战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很清楚了吧 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短暂的和永恒之间的一个对比 只有当我们的目光朝向正确的方向的时候 苦难才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如果我们不是注目看那不可看见的东西 那么我们只是忍受苦难的话 却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了 但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 又在神的允许之下忍受苦难 不看所见的苦 而是看那看不见的事物 苦难对我们那就必然是大有益处的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的五官所能够接触到的 反而不是真正有价值的 他们只是战时的 短暂的 不是永恒的 作为亚当的后裔 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有彻底的革新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亚当堕落的本质 那就是把他的信心 从不可见的转移到可见的事物上了 如果我们看夏娃被引诱的记载 我们就会看见了 当夏娃望着那棵很有特色的树的时候 他就丢下了对神话语的信心了 反而把信心放在那可见的事物上了 这就是堕落的本质了 然而 救赎的本质就是把已经颠倒的回复过来 放弃我们对可见之物的信心 而把信心放在那不可见的神的话语上 那不过这种思想上的革新 只能借着神的恩典去完成了 只有当我们的心思 以圣经为依归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这样正确的看法的 我们不能让世界对我们有太深的影响 要不然的话 我们会失去了比例 那并不是说我们要脱离世界而生活 我们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 仍然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但是我们要注意 千万不要让物质的事情 去倾夺占据了我们对属灵事物的专注啊 另外 我们必须要记得 信心也是属于不可见的世界的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如果我们不多花时间 在那不可见的事情上的话 我们就不能有太大的信心了 没有信心就不会有多少的福分了 因为信心是我们领受知取福气的一个渠道啊 那另外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那就是宇宙主要是属灵性的 而物质的是次要的 这就跟我们一贯的想法就不相同了 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节经文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你注意了 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神是灵 不是属物质的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宇宙的创造是借着神不可见的话语 和不可见的灵 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四节经文说 神是个灵 好了 让我们记住 物质的可见的都是短暂的东西 都只是次要的 而不可见的永恒的属灵的事物 才是主要的 这就需要我们做出极大的思维的调整了 因为这跟我们从亚当而来的本性是相反的 好 接着下来我们回到西伯来书的十二章了 我们看二十八节 那这是以让我们这三个字开头的 在西伯来书当中有七段经文是这样开头的 在我们的中文圣级里头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那好 我们来看看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经文这么说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你注意 经文当中的就当这个词 原来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意思 再来说 让我们领受恩典的人懂得感恩 而感恩也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恩典 二十八节最后一句那说到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神是一位配得我们崇拜敬畏的 坦白的说 如果我们被带到神的跟前和神面对面 即使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了 但是头一个反应也必然是敬畏 敬畏神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蒙福的开始 除非我们对神有敬虔和敬畏的心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能侍奉神 我们的侍奉也不能得神的悦纳的 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曾经有人问 什么是敬畏一和华呢 我可以打个比方这么说 敬畏神就好像一个人站在很陡峭的悬崖上面一样的 站在很陡的悬崖上 下面是一个满布了岩石的一个滩 一个海滩 这个人知道他不能够往下掉的 不能掉下去的 而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掉下去的话 结果怎么样呢 敬畏耶和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也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对神要培养有敬畏的态度 好 我们回到那不能震动的国度 这个题目当中来 主耶稣应许我们呢 他的国是不能震动的 他在路加福音22章29到30节 对他的门徒说 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你看到了 主耶稣向那些跟随他的人 应许在他的国当中得到荣耀 主耶稣并不是单独一个人 坐在宝座上的 因为他的十二个使徒 也有他们的宝座的 一个人一个 他们也要得着权柄 去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这是主耶稣亲口承诺的 这国度是属灵的 但并不是没有形象的 那虽然神的国是属灵的国 是人的肉眼不可见的 但却不是没有形式和实体的 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 当我们结束今生的路程 踏进永恒的时候 我们就会清楚的知道 永恒的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了 这就是跟我们的信心和盼望 有关的事了 那其实神本身也是有他自己特别的形象的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37节对法利塞人和当时的宗教领袖说 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 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 主耶稣说明啊 神是有声音的 是可以被人听见的 人需要培养听神的声音 那另外 神也是有形象可以看见的 但不是用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的 不过仍然是可以看见的 如果神根本就不能被看见 那么说神有形象这句话 那就毫无意义了 耶稣这句话必然是有意思的 他说 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 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 言下之意就是 主耶稣看过神的形象 也听过他的声音 如果有人认为 天堂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而不是真实的地方 那就大错特错了 天堂比地上更加的真实啊 因为是不可见的 属灵的 永恒的事物 才是真实的 地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 但是神的国度却是不能震动 是永存的国度啊 好 我们已经看过了神国度的本质 但是跟着我们就必须要认识一些事实了 那就是这个国度是以神的义作为基础的 并且借着圣灵带来平安喜乐 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十七节经文说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经文当中的次序是很重要的 我们注意了 首先是公义 因为没有义 就没有和平和喜乐 圣洁明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真正的义 只有在神的管制底下 才可以得到的 什么时候我们叛逆了神 或者说背叛了神 不在神的管制之下 我们就没有义 我们可以仍然是有虔诚的样子 也就是说 有敬虔的外样 外表 仍然是遵守国家的法律 做很多有建设性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却是叛逆的 是不守神的律法的 是没有活在神的管制之下的 只有在神的国度里 你才是在神的管制之下的 我们只有在神的国中 才可以有真正的义 离开了神的国 那就是叛逆之子 你可能是外表很虔诚的 一个叛逆之子 或者是受人尊敬的叛逆之子 但仍然是叛逆之子 因为你不依从 创世主和宇宙之王的管制 神的国现在已经存在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 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虽然不信的人没有办法领悟 但是这国度的确是在我们中间 主耶稣在那里做主做王 那里就有神的国 那里就有公义和平和喜乐 那如果我们发觉自己缺少了喜乐和平安的话 那么让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自己 是不是行在神的道路上 其实我们并不用到处去寻求喜乐平安 我们只要集中去寻求公义 有了公义 平安喜乐就随之而来了 神的国是福音的主题信息 是十分重要的 可惜有不少的基督徒都忽略了 福音或者说好消息 正是神国的大好消息 换句话说 他向人宣告将来有一天 神要做王统管 现在神已经统治那些相信主耶稣 又愿意把生命交给主耶稣的人了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王掌权 没有人的统治 地球注定是一片混乱的 充满着愁苦矛盾的 地球上的问题 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建立神的国 让神的国降临 讲到好消息了 什么是好消息呢 好消息就是神乐意的接管这个任务 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 约翰下奸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什么是好消息啊 这好消息就是神要来建立他的国 但是人必须首先悔改 然后要相信福音 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表现和生活 神的国对他们是很遥远的 因为他们仍然没有能够达到神的要求 还没有真正的悔改 相信 所以神的国仍然没有被建立 神的国必须等到神所要求的条件都满足了 才能建立起来的 那今天 神的国离我们有多远呢 神的国离我们有多远呢 你想一想 如果教会真的苏醒过来 积极的去传福音 劝人悔改 神的国就在地上建立了 因此 对神国的建立 有影响的人 就是你和我 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也可以说 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不单是一个信徒 我们记住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去传扬天国这个大好的信息 让人家都能够分享福音的大好的信息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一讲 我们再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了 好 欢迎到时注意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